接連兩天訓練有點吃不消 每年228一日北高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照慣例參賽 但這一次不齊全程 今年配合主辦單位在24號進行 柯文哲清晨六點將從台北關渡宮出發 騎到彰化 再有立委黃國昌依序接力給麥玉珍 台北市議員陳佑誠等 最後新北議員陳士軒騎到終點高雄 柯文哲就在這裡迎接 會才接班完成 就是考慮練習時間短 加上大選時民眾握手拉扯 手伤還沒痊癒 主席會一路陪伴大家 然後用不同的形式加入這個騎車的行列 那但是呢 假設他自己評估說他的身體狀況還OK的話 其實他還是會堅持到最後一刻 往年都花三個月 練習因為大選柯文哲只練一個月 一週三天每次兩小時 那我長時間的練習 1月13號才選完 再來選完要卸票 再來要過年 等到可以開始練了就已經二月了 今年以先單車後電輔車進行 柯文哲要一棒接一棒象徵民眾黨齊心協力 畢竟前發言人楊宝珍的離開掀起內斗風暴 前新竹市府發言人 徐千秦更被指要全面接收楊宝珍的松信選區 當然還是他能出來選比較好 真的要尊重整個黨的決定 這個不是只有我一個人說的算 下廚房就不要怕熱啊 本來就很常被波及 應該是習慣了 楊宝珍的眼淚激起漁波蕩 楊宝珍今年的一日北高 看來也是在用汗水灰別淚水 TVBS新聞劉宜君黎平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